欢迎收看优势焦点新闻 我是张志斌 一起来关心今天4月20号星期四的重要新闻 首先带您关心国际消息 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的投票即将在23号举行 最新的民调显示 主要候选人的民意支持率都非常的接近 胜负可以说是难以预测 根据今天公布的民调 中间派的马克宏支持率为25% 极右派领导人勒庞支持率则为22% 而极左派候选人梅兰雄和保守派候选人费庸的支持率则都是19% 路透社报道指出 这场选举被称为法国人民记忆中最不可预测的一次总统大选 23号举行的第一轮投票将选出两名候选人 而这四位主要候选人都可能抢下两张门票 进入两周后举行的第二轮决选 Fox News福斯电视新闻频道宣布 该公司经过调查之后决定要停播由被控性骚扰的民主持人 Bill O'Reilly所主持的The O'Reilly Factor节目 Bill O'Reilly主持该节目长达20多年 他以言辞犀利张狂不羁的风格广受欢迎 该节目2015年的广告收益高达1亿7800万元 是福斯电视最赚钱的节目之一 纽约时报在4月2号首次揭露 有5名女子因遭受O'Reilly骚扰 获得了1300万元的风口费 而O'Reilly本人则矢口否认 尽管他节目的收视率丝毫不受影响 但赞助商却纷纷撤广告 福斯电视网的母公司21世纪福斯公司表示 在报道披露之后 该公司及聘请律师调查O'Reilly是否设计不当行为 而经过相关指控的彻查之后 他们决定开除O'Reilly Bill O'Reilly立场鲜明 讲话不留情面 虽然受到许多观众喜爱 但也因为他脾气暴躁 言行粗鲁 经常接到外界投诉 O'Reilly目前在意大利度假 而他的律师则表示 这是极左派团体因为政治和财务动机 而设法打击他的阴谋 时代杂志Time Mixing 公布了2017年度的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榜 包括川普总统本人 还有他多位身边的人物 今年都榜上有名 时代杂志每年都会按照先驱者 Pioneers 艺术家 Artists 领袖 Leaders 顶尖人物Titans 和纸标人物Icons等类别 选出在全球发挥重大影响力的100人 而美国总统则可以说是必定上榜的人物 今年上榜者当中 除了新上任的总统川普本人之外 他的女儿伊凡卡 女婿库许纳 白宫幕僚长普利巴斯 首席测试巴农 以及国防部长马提斯 也都上榜 其他上榜的领袖人物 还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英国首相梅一 俄罗斯总统普京 以及教宗方济各 和微软公司创办人 及富豪辞胜家盖兹的妻子 梅琳达盖兹等人 各界顶尖人物入选的 则有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 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叶伦 以及直栏NBA巨星 LeBron James等等 而在华人方面 除了习近平以外 上榜的还有主演 ABC电视台的影集 菜鸟新移民 Fresh of the boat 女星Constans Wu 吴田敏 中共中央纪委书记 王岐山 网路轿车平台 滴滴出行 总裁柳青 以及影视明星 范冰冰 围棋两天的Facebook 脸书开发者大会 昨晚正式的落幕了 今年的大会 说把重点摆在去年起 就已经很热门的 扩增实镜 AR之外 还提到了一项新技术 希望能够透过感应器 来让人类的大脑 直接地跟电脑互动 让人类用想的 就可以打字 Facebook秘密研发部门 Building 8团队主管表示 他们的目标是将人类大脑 与电脑系统连接之后 可实现每分钟输入 超过100个字的工作效率 这样的速度相当于 用手在手机输入文字速度的5倍 未来想打字 传讯息给亲朋好友 甚至连拿起手机 这个简单的动作都不用 直接用大脑 用想的就能达成 该团队也展示了一段影片 表示史丹佛大学的专家 已经使用这种方式 帮助肌肉萎缩症 及神经退化性疾病患者 跟外界沟通 但患者必须要在大脑 植入微电集 而脸书希望打造的 大脑打字方式 并不是侵入式的 而是使用感应器 衡量大脑活动 而且这种技术 只会传达使用者 想要分享的文字 并不会把所有的想法 都显示出来 这些技术 目前都处于规划阶段 距离实际上 可以安全地将电脑系统 与人脑连结 至少还需要 4到5年左右的时间 把焦点转向中国 中国第一艘 太空货运飞船 天舟一号 今天在海南文昌航天 发射场 成功地发射升空 顺利进入了预定的轨道 天舟一号 是在当地时间20号晚上7点41分28秒 由长征7号摇2 运载火箭 发射升空 三分钟后 助推契机 一级火箭分离 二级火箭顺利点火 十分钟后 船舰分离 进入预定轨道 太阳能反反 也顺利展开 天舟一号 由货物舱和推进舱组成 全长10.6米 最大直径3.35米 最大装载重量达13.5吨 是目前中国体积最大及最重的航天器 天舟一号将进入高度约380公里的轨道 并在进入轨道后两天 与去年升空的天宫二号实验室 进行自动交汇对接 随后一起在轨道飞行两个月 并计划完成三次推进剂再轨补加试验 天舟一号总共会与天宫二号交汇对接三次 其中最后一次交汇试验只需6小时的快速交汇对接 为日后航天员驻进太空站做准备 同样是中国相关消息 中国外交部证实 国际刑警组织已经对在美国的知名商人郭文贵 发出了红色通缉令 而郭文贵则在19号接受美国之音的直播节目专访时 宣称有核爆级的爆料 但是节目却因为不明的原因提前的结束了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证实 国际刑警组织已经向犯罪嫌疑人郭文贵 发出了红色通缉令 至于郭文贵涉嫌的罪名 陆康只表示具体情况可以向有关部门了解 而根据人民日报下属的侠客岛微信公众号报道 国家安全部原副部长马健 前河北省委原政法委书记张月等落马高官 可能都与郭文贵组织的盘古会有关 另一方面郭文贵19号在美国之音直播访谈节目中表示 中国现任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 声称受到国家主席习近平指令 调查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家族涉嫌腐败问题 但后来直播节目就突然中断 主持人表示因为某种原因必须停止直播 并且向观众致歉 而上后郭文贵则透过推特报平安 表示因为各方面压力才导致美国之音中断了直播 他感谢网友发来的各种问候和关心 将很快继续曝光中共高层内幕 直栏NBA西区季后赛 欧克兰金州勇士队和波特兰拓光者队第二场比赛 勇士队在Kevin Durant殷商休息的情况之下 仍然以110比81大胜了拓光者队 来看优势体育综合报道 Kevin Durant因为在上一场比赛左小腿拉伤 昨晚并未上场 拓光者队首战合砍75分的拓光者后场 双枪Damian Lillard和CJ McCollum 本场在勇士针对性的防守之下 总共只拿到23分 勇士队方面 Steve Curry全场得到19分 6次助攻 4次抄截 成为勇士史上首位在晋后赛拿到100次抄截的球员 Clay Thompson得到16分 Dreamon Green拿下6分 12篮板 10次助攻 替补球员 Javel McKee更有15分 5个篮板 4次盖帽 一次抄截的出色表现 东区方面 休士顿火箭队与奥克拉河马士雷霆队的第二场比赛 雷霆队主将Russell Westbrook 在上半场就轰下了22分 10助攻 全场更是拿下夸张的51分13次助攻和10个篮板 创造了季后赛史上首剑的50分大三元 但仍然无法帮助雷霆取胜 反观火箭队在James Harden领军之下 在第三节目打出了一波12比3的攻势 上演逆转秀 中场以115比111击败雷霆队 抢下系列战的二连胜 以上新闻由优势频道制作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